哈囉大家好我是謝時的佳和 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的是監聽喇叭這個設備 什麼時候遇到監聽喇叭 什麼時候它的重要性到底有如何呢 跟大家稍微做一點解釋 監聽喇叭大部分是用在音樂製作 或者是在接影片後製的時候 會很需要聆聽聲音的準確性 需要的一個設備 所以它不只是做音樂的 其實拍影片也很需要這樣的設備 那監聽喇叭它最強調的就是 音色的還原度 然後它的解析度 跟中高低頻的完整性 這是監聽喇叭會需要具備的一個特質 那它跟多媒體的喇叭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大部分多媒體的喇叭 它其實會比較有一些風格性的音場效果 它可能會有中低音 它可能會哪邊中高頻 或是比較偏向於多或少 它們會比較有調性一點的 但是監聽喇叭卻不能有這樣的調性 因為它必須忠實的呈現 音樂聲音的各樣的一個特質 所以這是監聽喇叭跟多媒體喇叭的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另外監聽喇叭還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 它的一個後邊的介面 大多都是像這樣子XR的孔 接孔或者是TRS這樣子的一個介面 因為監聽喇叭大部分所顯接的裝置幾乎是像錄音介面 或者是一些PA控台等等 那樣子的一個比較大顯的東西 它比較不是顯直接接手機那樣子 但是也可以接手機 待會兒我們會介紹 如果你監聽喇叭要接手機怎麼接 那今天主要要跟大家介紹的幾款的喇叭 第一款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SKEAR的A5 A5 5吋 今天介紹的都是5吋的喇叭 SKEAR A5這個喇叭 那一樣它滿足了我剛剛前面所講到的 它的中高低頻的接調都算是很完整的 然後音色的環度也高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在一個地方它的中低頻會有一些渲染的感覺 就是它會有一點掉進 那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特色 帶出另外一個感覺就是 它聽起來講聲會比較溫暖一點 所以聽久比較不會疲憊 因為有一些接聽喇叭它比較乾 它聽起來聽久之後就會比較累一點 那它剛好就是我覺得它很適合就是 監聽喇叭也很適合作為一般家用的多媒體的喇叭 也非常的棒 這是一個SKEAR A5 5的監聽喇叭的設備 那我剛剛提到說 像這樣子的喇叭如果假設我要接一般的行動裝置 或是接那種3.5頭的裝置的話 那怎麼接呢 一般其實我們在外面很容易可以找到像這樣子的一個SKEAR的接頭 剛好這一款 這款喇叭後面有一個RCA RCA的接口 你只要去買RCA的一個這種 不然很容易找到這種RCA的一個轉接線 轉3.5的轉接線 那就可以完成 就可以直接接手機 所以我試一次給大家看 大家順便聽聽看 我剛剛所提到的它的中高低頻的完整度 中高低頻的完整度是什麼樣的感覺 這RCA的頭之外 然後另外你要找到這個 FoneJack的6.3的頭 然後把 然後把它插到那個Jack的那個 那個接口就可以當作一般的裝置來使用 使用聆聽 就是像這樣 就是你 因為不見得每一個 不見得每一個 不見得每一個喇叭它後面都有RCA 像RCA比較少 所以我們會用RCA的接頭轉騰 就是這個 這FoneJack的6.3的頭 然後接進來 那兩邊都是一樣 然後呢 3.5的頭再接到 像我這次iPad 然後就可以 那 那基本上喇叭大部分都要把它調到 就一定都要調到主 然後 不可能太小聲 基本上我現在是調到最大的 我們 熱夜聽到音樂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好 好 好 這是 Sekir A5的監視喇叭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是 N-Audio C5 C5的監視喇叭 那同樣的它滿足了 我們前天所提到的 響應頻率完整啊 然後解析度 解析度 這一款它比這一款其實又高得一階 它的細節又比它更多 所以相對聽起來會比較 比較冷掉一點 剛剛這個算是比較一點 因為它有點遜難所以它比較冷掉 那 C5它聽起來就會比較冷掉一點 所以它解析度 解析度就會 會更加提升 所以這一款的話 更推薦給專業的使用者來使用 但是也因為它的 它的 它的調性會比較 偏冷 比較硬一點 所以它的就是 比較不像這個可以聽那麼久 因為聽久可能會有點累 但是因為它強調它的解析度非常好 OK 所以這是N-Audio的C5系列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就是這邊我們 這三款的喇叭裡面等級最高的 N-Audio的G5系列 G5 那 那一樣 就是 它是 很專業的監聽喇叭 那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它的高音的單體是用平板式的高音單體 那這樣子 這種的設計大多數它的 它的解析度會更高 然後它的反應速度會更快 空間感會很明顯 就是當你在聆聽或在製作一個 樂器比較多的 比較複雜的編制的那樣子的一個音樂的時候 你更需要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解析度要極高 然後它的反應速度要更快 特別是在聽一些快歌的時候 像如果中低比較 旋轉一點的喇叭的話 它的在聽比較快的音樂的時候 它就是會比較容易 它的顆粒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這一款 它的空間感 還有它反應的速度都算蠻快的 所以它的在聽快慢的音樂 都非常適合 好 這是N-Audio的G5系列 OK 好 所以以上是我們所介紹的 這次所介紹三款的監聽喇叭 分別是SKED A5 然後N-Audio C5 跟N-Audio G5系列 謝謝大家